看这个小朋友多么的馋 要吃糖糊了 安的呗 所以今天在外边买的山楂 还有一个姑娘 自己家里有的 就地取材吧 在家做糖糊吃 还有别的水果就好了 家没了 被我揍了 揍没了嘛 那就用啥吧你 这两样也是很不错的 现在这个山楂洗了 然后呢 擦干水 这湖就不去了 因为没有那个工具 接种姑娘 冻着这个我吃 这也太小了我吃的 现在就开始穿咯 这大山长好大呀 整个小萝卜头啊 整个会山长 糖2比1的比例 两勺糖一勺水 今天咱们用微波炉一份半 关门 真是挖饭呀 再一滴 又是糊的 没事 加油 失败是成功之一 这回是黄色的 感觉这回怎么样 嗯 可以了 这糖咬着酥脆的呢 可以了 咬着酥脆的呢 咬着熟的 现在我们已经做好了 看看我们的糖葫芦吧 看看 虽然脉象不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糖熬的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糖挂的最均匀的 对 这是我做的 见证提计的时候 到了 哇塞 真功了 就是整的不咋结实 现在尝尝我做的糖葫芦 哇 嘎嘣脆 这个糖真像外面买的那种嘎嘎脆了 是吧 对 但是这个水果是热的 啊 再震一下就够好吃了 嗯 给你们看看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这一杯 这两杯糊了 这还有一杯 大家觉得我们做成功了吗 欢迎评论出来哟 但是我吃这姑娘的怎么熟了 我糖太热了呗 迎迎迎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大家的频道 点赞评论坚持 拜拜 大家也可以在家试一下 但是我劝大家还是别整太热了 你熟了 咋的了 小孩 不说话呢 小孩敢啊